有忠有义 富贵荣华 不忠不义 照此连话 以官二爷为证 从今日起 我们久有 刀口一致对外 不能够对内 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外面谁打我们其中任何一个 我们九个一起打他 团结一致 打尽皆杀罪 这个站在前面说话的男人名叫阿乐 作为和连胜社团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他为人仗义总是在兄弟有难时出钱出力 因此在社团里深得大老们的喜欢 而嚣张跋扈的全弯扛把子大地 凭借狠辣的刑事风格打下了不少地盘 在社团里的势头可谓如日中天 转眼间又到了重新选举话事人的日子 就在大老们商量着由谁来当作管时 一批警察突然赶到了现场 社团律师师爷苏吉忙上前解释 没办法几人只能陪警察走一遭 而此时的大地为了当上话事人 已经开始拉帮结派收买其他大王 鱼头标 这儿有20万 帮我交给串包 叫他学武 鱼头标健壮立刻拍起了大地的马屁 表示如果不是自己没资格参与选举 定要花个一百多万买个话事人当当 说完鱼头标和大地顿时哈哈大笑 身为小弟的飞机插不上话 只能坐在旁边陪笑 没想到大地却突然脸色大变 笑什么 有吃的你就吃啊 东西不好吃啊 把这个吃啊 飞机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将勺子敲碎碾成粉末 放在嘴里咔咔一顿嚼啊 同这一刻起两人彻底结下梁子 相比于大地的简单粗暴 阿勒拉票的方式就显得聪明多了 没想到全叔的手下却告诉他 全叔现在在大地的场子里卖面粉 可能会因为利益在选举时更天向大地 此时的跨栏剑将东莞载政拿着对讲机 指挥手下怎么避开警察对面粉摊的搜狐 另一边的警察局里 大佬们因为缴纳了保释金被全部释放 徐景思见状不由地开口说道 砸垮一个社团啊 第二个社团要起来 抓了一个蛊惑仔 第二个又冒起来 我们要的呢 是风情浪尽 没事 没麻烦 没投诉 安定繁荣 镜头一转街边的一家餐厅里 吉米正大把地数着手里的钞票 给钱被龙根哥的手下关仔森解决麻烦 大地昨天晚上给了他20万拉票 结果他转头就拿着去赌球输了个金光 没办法吉米只能自掏腰包填补亏空 谈话间龙根哥走进了餐厅 当他向关仔森要钱时 对方却只给了他10万款 龙根哥误以为大地是有意为之 妈的王八蛋 给川爆20万 他给我10万 大地他是不是不想赢了 关仔森见状也起身离开 吉米见状还不忘提醒他不要再赌了 与此同时化石人的选举也正式拉开序幕 不合规矩呀 什么规矩 证件我要选 大地之所以情绪如此激动 是因为在刚刚的化石人选举大会上 收了20万的川爆一心支持大地 沐西和其他大老们撕破脸皮 而收了10万块的龙根则摇摆不定 想好了没有 我的意思 阿乐真心为社团 他说会打尽奸杀嘴 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为社团做事 难道说为自己吗 打尽奸杀嘴 进去再说吧 眼看局面越发的不可控制 坐在中间泡茶的邓伯开口说道 说完邓伯带头选择了阿乐 众人见状也纷纷将票投给了阿乐 就连摇摆不定的龙根哥也投了阿乐一票 此时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大地 在服装店量申定做了一件新西服 而认为自己选举无望的阿乐 在菜市场买了几斤牛肉 准备回家和儿子一起吃火锅 就在他们准备开动的时候 客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向来低调的阿乐文听此言 内心也是抑制不住的冲动 另一边得知自己落选的大地 则让手下长毛绑架了龙根哥 以及酷爱赌球的关仔森 随后两人被装进木箱带上山 与此同时阿乐正式被任命为画石人 邓伯语重心长地跟他讲起了 关于画石人的重要信物龙头棍的故事 龙头棍的传承已经有上百年了 它不仅代表着画石人的身份 更代表着整个和连胜的面子 现在龙头棍在上一届画石人吹击手上 邓伯让阿乐去找他取回龙头棍 镜头一转吹击接到了一通电话 正是在山上的大地打来的 说完大地将装着龙根和关仔森的箱子 踢下山崖 并打电话给支持自己的大地 要求今晚八点再有补气酒楼即可 而此时的吉米正在大学夜校里学习文化 得知龙根哥和关仔森被抓的消息后 吉米立刻找到阿乐营救两人 阿乐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没有怠慢 当即给大地打去了电话 大家是自己人 龙根哥几十岁了 有话做想慢慢说 这关你什么事啊 兄弟吵架不好看 我做个合适的 哦对 你是画石人 拿到龙头棍再跟我说 拿到龙头棍再跟我说 就这样 阿乐明白一天拿不到龙头棍 自己这个画石人就不会有话语权 先回去 这件事社团会处理 什么意思 我自己摆平 吹击因为顶不住大地的威胁 打电话给邓博说了一番违心的话 什么事啊 我觉得阿乐实力不够 我不把棍交给他 你喝醉了 还是稀多了 我先让你去洗个脸 想清楚再回来跟我说 我在这儿等你 吹击听完也没有办法 准备出去到外地躲一阵子 并吩咐小弟四眼明去广州 取回龙头棍藏起来谁也不给 结果话因为落前面的车子 扔下两个箱子 里面正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 龙根哥和关仔森 八点钟 要哭去 阿滴说 他要什么 你知道 随后四眼明前往广州取龙头棍 吹击则在晚上八点准时来到 有骨气酒楼赴宴 这也就有了上级所提到的故事 阿乐甩手给了吹击一巴掌后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就在场面愈发不可控制的时候 警察推门而入走进了包间 你就要大地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怀疑你从事黑社会活动 你说的 在上地步的人吗 所有一半要求不带头套 就这样社团大佬们再次被抓进警局 与此同时正在街边散布的邓博 串暴 老鬼恩也被以从事黑社会活动的名义带走 能不能打个电话叫用人把狗带走 我家很贱 天气警局吧 放心好 我们的居留室不会居留狗 而正在家里吃饭的阿乐 也因为管理黑社会辅职被带走 另一边大地对着记者们口出狂言 拍拍拍拍什么 拍什么 拍过没有啊 你们哪家冒管的 我撞死你 发完封大地当着警察的面铺向吹击 吹击出于害怕扭头就跑 没想到被驶来的汽车撞成了重伤 画面拉回警局阿乐告诉世耶苏 让火牛前去广州夺取龙头棍 另一边的大地也见到了老婆 并扬言龙头棍在谁手里他就砍谁 镜头一转 高老 火牛 大头 世耶苏几人碰面 世耶苏表示自己在广州那边有熟人 准备和大头一起去广州找四野鸣取回龙头棍 此时大地的手下长矛 找到全叔的手下黑哥和东管仔 企图出高价让他们取回龙头棍 如果他们不愿意做的话 以后就别想在他们的场子里卖活 东管仔见状趁机提高价格 最后取龙头棍的任务交给了东管仔 殊不知此时的世耶苏和大头 已经在通哥的帮助下找到了四野鸣 就在世耶苏按照约定给他报酬时 通哥却反过来威胁道 世耶苏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以通哥的老婆和孩子相要挟 这才成功把对方劝走 随后两人威胁四野鸣交出龙头棍 还趁机往灶台里添了一把柴 但四野鸣表示没有老大的命令 自己无论怎样都不会交出龙头棍 没办法世耶苏把吹击被撞的事告知 闻听此言四野鸣看着灶台说道 龙头棍给老大赔偿 两人听完迅速反应过来 立刻将灶台里面的柴火扒开 龙头棍果然就在里面 此时警察已将这里团团包围 危急时刻世耶苏让大头带着龙头棍先走 大头前脚刚走警察就冲了进来 而带头抓人的竟然是石总队长 原来石总队曾在和连胜做过卧底 念事耶苏曾经帮过自己并没有为难他 而此时的警察局里 徐景思把三位社团前辈叫到一起谈话 在邓伯的安排下 老鬼和川豹分别去找两人谈话 向来低调的阿勒自然很听前辈的话 可大帝就没那么容易摆平 奈何大帝不仅不听权 还扬言要搞一个新的和连胜传 这样做无疑是把矛盾扩大化 川暴急忙把事情告诉了邓伯 你怎么看看邓伯 打架 徐景思文言当场发弄 扬言谁打架他就会抓谁 邓伯却不慌不忙的说道 我们和连胜有五万多人 其他社团加起有几十万 没规矩就是没治 看看你们的牢房做不做得下 大家会继续事 迎走前邓伯提出想跟大帝聊聊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成立新和连胜 我问你 你是不是要搞个新和连胜出来 我想大家好 大家又不服我 那多没意思 那就各走各的咯 那好吧 可以打了 打 看看谁先走 与此同时 大头正携带龙头棍搭顺风车前往香港 可他不知道旁边的司机早被东莞载买通了 半路上司机借口撒尿先行离开 意识到不对的大头发现车钥匙已经不在了 此时东莞载则带着小弟们下了车 一番查找始终没发现大头的身影 他便转头朝着树林深处走去 看到鸟群受到惊吓被冲散 东莞载急忙走上前查看 果然发现了准备逃跑的大头 龙头棍牛 我怎么跟我老大交代 我跟你没过去 别逼我打你 见大头死活不肯交出龙头棍 东莞载抄起地上40米长的木棍 不由分说地打在了大头的身上 即使被打到浑身是伤 大头依旧没有停止碎碎念 四劫兄弟财务 俺帮外人抢到兄弟财务者 我来捉命 另一边大帝想自立门户的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社团大佬们的耳末 不管大家之前如何支持大帝 现在也全都统一战线开始反对 如今当务之急就是帮阿勒找到龙头棍 就在大头快被打到不省人事的时候 两人的电话几乎同一时间响起 东莞载 老大 什么情况 正忙着呢 你快搞定 喂 我是老大 大不黑的手下东莞载正在大陆 什么载 东莞载 你设计做事 先帮阿勒找到棍子 怎么了老大 大地大疯了 说要搞个新核联伤 东莞载 知道了老大 这下两人也算不打不相识 把龙头棍交给东莞载时 大头又开始了碎碎念 兄弟托迹钱以及杂物 必要尽心交妥地道 如有撕骗者 死在万刀之下 警理借机询问几位元老 胆不敢站出来和大地硬碰硬 可这几个老家伙根本不为所动 老大龙根哥被搞得惨不忍睹 一心想报仇的他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那该谁拿到龙头棍再说吧 此时的东莞载接过龙头棍后 开着货车马不停蹄地赶往香港 结果走到半路遇到警察涉岗查哨 东莞载不得不停下接受检查 这时后面出现一辆灰色轿车 东莞载向后一看 车上坐得正是被晒黑的谷校长 东莞载见状猛打方向盘 一脚油门踩到底撞死了一名警察 然后他慌忙打电话向大哥求救 老大 要警察涉岗 我撞了一个警察 妈的 我叫火灵找人来接手 会是在哪 刚过了粉脸去大谱 有辆车跟了我很久了 等我电话 不知道谁是飞机 知道 等东莞载到达沙田石门后 飞机驾驶摩托车及时出现 他以为后面跟着的吉米是敌人 就往车上泼了一桶油漆拖延时间 然后立刻驱车向前追赶东莞载 两人没有多余的废话 东莞载直接把龙头棍交给了飞机 飞机立刻带着龙头棍去找火牛交接 没想到长毛杰族先登绑架了火牛 拿来呀 棍子我只会交给火牛 我替社团做事 谁过来就砍谁 说话间吉米过来报仇 将一桶油漆直接泼了回去 随后他驾车进直将长毛撞倒 下车解救了被绑架的火牛 忽然间四周的杀手慢慢朝飞机靠近 人狠话不多的飞机根本不锁 轻松就解决了几个杀手 而吉米则抬起一个垃圾桶 二话不说就扣在了长毛的身上 然后上去用脚死命的踩 直到长毛没了动静才肯作罢 飞机虽然勇猛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没过多久就被砍得遍体鳞伤 若不是吉米不计前嫌及时相救 恐怕飞机定会命丧当场 只是他没有将飞机送去医院 而是半路把他抱到电话亭 从他身上拿走了龙头棍 然后把电话打给了阿勒 告诉他龙头棍自己会亲自去送 此时的阿勒刚从警局被放出来 而被撞成重伤的吹击还在医院躺着 他企图举报大地涉黑让他去坐楼 可阿勒的做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先用吹击的家人威胁起自杀 目的是为了保全大地增加谈判筹码 因为大地一旦被抓进去坐楼 社团的利益肯定会严重受损 俨然一副画世人的行事风格 阿勒为了从吉米手中拿回龙头棍 直接给了他一百万作为补偿 我替大地赔偿给他们 他们的医药费社团会出 治好了威胁 治不好社团养他们一辈 收领的钱 我出去怎么问 摆不凭你我也出不去 吉米把龙头棍交出来 替社团立了功 我保你上位 你不交出来我替你走 不能加入任何社团 赶尽杀绝 令阿勒没想到的是 吉米交出了龙头棍却没有收钱 因为拿了钱两人就互不向前 不拿钱你就一直欠我人情 拿到龙头棍之后 阿勒叫莱莉过功的几人 并愿他们做了自己的干儿子 紧接着阿勒告诉几人 下一届自己不会连装 要扶持他们其中一个当化石人 施耶稣见状说自己不够分量 后来阿勒去警局保释了大地 可大地似乎并不领情 深知自己大势已去的大地 选择上车和阿勒详谈 这场化石人之间的斗争 他输得很彻底 你谈的生意 我会以化石人身份帮你搞定 所有利益全都归你 下一届 我会全力支持你做化石人 如果你非要另起路灶 第两年我什么都不做 我带整个社团打你 我会准备两幅棺材 一幅给你 一幅给我 一起走 还是在路口下车 你自己去 一番深思熟虑后 大地没有选择下车 可连胜也因此没有分崩离析 这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等九兄弟 各人同心 新传忠义 乐地同乐 优异同忧 追不同生 死怨同死 行完结拜仪式之后 大地独自一人来到酒吧 等待着号码帮大佬恐龙的到来 大地听完凑到恐龙耳边 表示自己也不服阿勒的管理 可是阿勒已经站进了上风 他也没办法 恐龙听完丢给了大地一部手机 让他打电话给阿勒出来见面 好借此机会除掉这个障碍 然后自己走出酒吧叮嘱小弟 等阿勒一进来就立刻动手 没过多久 阿勒提着一个袋子走进酒吧 大地健壮立刻趁机关闭了卷闸门 也许恐龙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一切竟是大地和阿勒社的圈套 此后阿勒和大地联手扩张地盘 并成功拿下了尖沙嘴所有声音 两人的关系也不再像原来那样紧张 这天在湖边钓鱼的时候 大地扫知道大地有话要说 便带着阿勒的儿子去了卫生间 老东化石人大怪群的事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 昨晚中风死了吗 好好一个人突然就死了 幸好他们社团有两个化石人 不然的话就乱七八糟了 你想说什么 我在想 我们社团就一个化石人好像不太好 外面的社团大部分都有两个 有的还有四个呢 说句不好听的 万一有一个出了事 还有另一个撑住吗 几十年都是这 很难说服那些老人的 这番话让阿勒彻底对他起了杀心 只是令阿勒没想到的是 去上厕所的儿子看到了这一幕 大地扫见事不妙想要逃跑 被阿勒一铁锹拦下 显然他也逃不过惨死的命运 故事的最后 阿勒在血雨腥风中彻底坐稳了化石人的位置 电影《龙城岁月》到此结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点关注不迷路挥书带你上高速 咱们下期再见